你不要忘记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 是在完成一个神的计划 他有他自己的思想 他有他自己的能力 然后他要完成神的计划 要活出神的荣耀来 你不要忘记他们是神的产业 神要掌管他们 不是我们要拥有他们 是神要拥有他们 我们是帮神把这个神的产业 照顾得好好的 那所以 他有他自己成长的计划 他有自己成长的个性 他有他的personality 越来越明显 那他有一天要离开父母 那他要成立他自己的事业 他要独立 所以在这成长的过程中 你要让他独立 要让他有成长的空间 完成神的计划 同时 又要帮他成功 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父母跟孩子会有conflict 因为你们看事情的角度跟神要他走的角度可能不一样 可能不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你就不会有conflict 所以你做事和神的心意这个叫righteousness 叫公义 什么叫righteousness 就是你做的事情神都很喜悦 这叫righteousness 如果父母跟子女做的事情都是合乎神的心意 就是都righteousness 那圣经你去读什么章节很多经节 讲的righteousness就是和平 和平就create righteousness 所以两个国家会打仗杀来杀去 至少有一个国家不合乎 God's righteousness 如果两边都做和神喜悦的事情 绝对不会打仗 绝对不会打架 绝对不会杀人 所以这个peace跟righteousness 在圣经里头你去读永远是在一起的 永远在一起的 所以属天的智慧就是 动和平收异果 所以你觉得做很多事情你突然处理不了 你就祷告 神就会给你智慧 那你怎么知道神来的智慧呢 你做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 心平气和 而且两边都没有吵架 处理得很好 所以你就很平安 然后你会发现两边做事 都是合乎神的期败 这叫众和平收异果 你众的是和平收的是异果 我们回到这个很有趣的图 他看到九他就是看到六 有什么好讲的 没有什么好讲的对不对 我看的就是不一样 对不对 我看的就是不一样 那你说只是一个字而已 可是我假如说我今天 给大家一个 给他们两个人一个奖赏 说看到九的人有一百万 哇那这个人看到九的人说是九 可是这个六的人就说你不能拿一百万 因为明明是六嘛 对不对 那他说我就要一百万 这样就会吵架了 到最后可能拿起枪了就把他打死了 因为我的一百万在我手上 你居然就不给我 太可恶了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个很有趣的话 你就会觉得说 原来父母跟子女吵架好 互相的发脾气 一点也不奇怪 因为你看事情的角度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要走过来看他看到的东西 然后他要走过来看你看到的东西 所以你要从他的角度看事情 他要从你的角度看事情 而双方愿意冷静的思考 同意换位置 然后亲密的关心与和谐的沟通 是相互谅解的基础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你看完九他看完六换过来还是六根九 那怎么办到底是六还是九 所以要有一个共同接受 绝对的标准与好的方向 你虽然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 你们同意 你的角度跟我的角度不一样 而你也同意我们不要坚持自己的角度 看到的事情 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呢 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与好的方向 你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还是他走他的道路你走你的道路 最后呢通常人才区的方法就叫 compromise 火邪 我们就走到一半好了 我们也不是六也不是九也七连五好了 对不对 那这个就不对了 这个也不对了 最好的是有绝对的标准与好的方向 那感谢主 我们都是基督的家庭 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怎么教我们 如果父母经常读圣经 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事业上是怎么教我们 我们知道神是怎么教我们 然后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怎么做 然后你把神的标准拿来告诉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会听的 你不要怕 你把神的标准拿出来告诉人 人都会听 你把自己的标准 世界的标准 撒旦的标准告诉人 人都不会听 都不会听 这个要有个绝对的标准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 我们现在想想看为什么 孩子跟父母亲 我们讲说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角度会不一样 OK 孩子跟父母亲为什么会这样的 孩子要有一个自然成长与独立的空间 父母亲不给孩子长大了 我要做我的事情 因为神造他是这样造的 神可以造孩子永远听父母的 永远不独立 永远依着父母 父母说什么都听 这样的孩子好不好 不好嘛 这样长大更不可能变成一个有用的人嘛 对不对 所以神造人有他的计划 有他成长的时间跟空间 但是父母亲不接受 父母亲不给 我不管你要成长 你要有你的想法 可是我不管你要听我的 这个就是角度的不一样 对不对 可是父母亲要怎么样从孩子的角度看 很简单啊 就是你自己年轻的时候 你怎么样反叛父母不同意父母 现在就是他不同意你的一模一样 对不对 所以只要换个角度看就可以了解 很简单就可以了解 那我自己看我自己以前teen年轻的时候 怎么弃爸爸妈妈 我自己都知道 对不对 那这就是孩子们要成长的 这个自然的成长的程序 也是一个神的计划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非常可能的原因 孩子要有自然成长 独立的空间 父母亲不给 第二个 孩子要有一个交心的知己 我什么都可以讲的 什么都可以听的 什么都可以交通 但是不会造成任何问题 可以无所不谈 但很可惜的父母亲不是他这样的 一个知心的朋友 父母亲可以做他这样知心的朋友 但父母亲选择了 不做他的这个知心的朋友 就是在成长的空间里头 从幼稚园到小学 到初中 这段期间没有建立一个 交心的这个知己 交心的朋友的关系 可以接受他的不同 可以接受他的意见 可以接受他学习的东西 没有这个建立的机会 所以到后来孩子长大的时候 他没有朋友 他不是父母亲不是他的朋友 他可能在学校也没有这个朋友 他会变得蛮挫折的 这是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 我不是说一定的原因 可能的原因 那孩子在西方的文化环境中成长 父母亲停留在东方的文化与价值 这是一个很很现实的事情 爸爸妈妈不太能够接受说孩子是美国人 他成长出生在这里 成长在这里 我们让他在美国成长 就是要他做个美国人 不是要他做个中国人 不然我们家在中国就可以了 我们不要来美国 对不对 所以孩子在西方的文化中环境中成长 父母亲还停留在东方的文化与价值里 我们不能说所有东方的文化价值都不好 当然也有好的 我们也不能说西方文化价值都好 当然也有坏的 但是overall我们是选择了 来到这个西方的文化环境里头 培养我们的下一代 那当然我们说我们要选择好的丢掉坏的 可是在这个西方文化跟东方文化的这个 我们可以叫做冲突里头 我们怎么选择好的西方文化 好的东方文化 怎么丢掉坏的西方文化 怎么丢掉坏的东方文化 这就回到刚刚来讲的最重要了 什么是绝对的标准 什么是好的方向 什么是大的的pitch 什么是big picture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中国人常常觉得美国人的数学很慢 对不对 数学能力真差 可是美国人一看就知道中国人的这个工业的发展 科学的发展 这么几百年来不及美国人不及西方 我们不要讲美国中国好西方跟东方 那到底谁是真正的对啊 这每个人数学能力都要好 还是不需要都要好 那我们就看整个的大局好 对不对 大局 我记得我四五十年前来的时候我就笑美国人 他那个在这个柜台收银子还要用这个手指去算 多少钱多少钱加钱 我既然好笑我一下就出来了 可是四十年五十年以后我看了 在高科技方面领先的还是美国人 在高科技方面领先的还是美国人 半导体整个的领先还是美国人 所以我这个perception是错的 数学一定要好才会有出息是不对的 有些人数学要好 不是每个人数学都要好 对不对 所以对我们来讲 这要知道一个big picture 要知道大局才能做结论 你不知道大局就说做结论是错误的 你说你小孩子数学不好将来一定没有出息 一定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这个李牧师把他自己女儿的这个例子就说出来了 对不对 就是他女儿非常有出息 如书做事都是很好 数学不好没有关系 对不对 可是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东方的文化价值观 跟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一个冲突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绝对的标准 好的方向和了解大局了解经验了解资料的话 了解历史的资料 我们很容易就是抓住我们过去的价值观 面对新的价值观去反抗去争执 然后造成问题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难就是难的 不是每个父母亲都跟神很接近 不是每一个父母亲都常常读这个Wall Street Journal 读很多的报纸 增加很多的知识 了解历史了解文化了解这整个的结果 不是每一个父母亲都在这个科技的这个境界领域里 不是每个父母亲都愿意有这一个客观 Open Minded 的这个心态去认识这个世界 所以很多父母亲说 我以前就是这样将来永远是这样 以前数学就好 所以将来你们数学不好就是不行 这是很可惜的 世界在变 所以父母亲要常常有一个客观的带助 去了解世界 那第四个有可能原因就是 孩子是照着神的计划 和时间表成长与转变 父母亲很急没有办法接受说 神还有个计划 还有个时间表 他三十年以后才会变成CEO 他现在完全没有CEO的样子 我看来就讨厌 这个父母亲不能接受 为什么 父母亲都急 每个父母亲都急 每个父母亲都有自己一个mindset 要成功一定要这个样子 不是这个样子就不会成功 可是神说不对啊 我没有这样说啊 在圣经里都没有这样说啊 你在圣经看雅各是以色列的始祖 雅各怎么看就是一个没出息的人 对不对 心计很坏 可是神给他的计划 给他时间表 永远不变 就是这个样往前走 然后到最后一定成功 一定照着神的计划做 所以每一个孩子都是另外一个雅各 都是另外一个雅各 神说了 你去读这个创世纪雅各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不可思议 神既然这样讲了就永远这样做 就已经做成了 已经不管了 这已经是个事实 不管你人怎么去改怎么去搞 它就是一个事实 所以孩子是照着神的计划和时间表 成长与转变 你如果不是对神很有信心的话 你就无法接受这一点 就是怎么可能 他不喜欢念书 怎么可能他这个数学不好 怎么可能他将来会成功 哎呀真是麻烦 可是谁知道他三十年以后就是个CEO 对不对 所以你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这个奉行没法接受这一点是很大的挑战 很大的挑战 那还有一个就是 孩子其实因为他里面有一个神的荣耀的形象在里头 所以他在寻求一个与良心共鸣的榜样 那父母亲没有重视到这一点 或者说父母亲没有办法给他这一点 或者是父母亲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不管怎么样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 其实都是在找一个role model ok 找一个像基督一样式的role model 找一个跟神很接近的role model 找一个充满爱心的role model 找一个很有authority的role model 找一个不急不慌很有信心的role model 所以这个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赐 对不对 所以就是凡事包容凡事盼望 凡事相信凡事忍耐 这是一个很好的role model的样式 那孩子在寻求鼓励赞扬欣赏信任 和一同学习的伙伴 父母亲无法很久忍耐又有恩赐的给 孩子在希望有鼓励 爸妈妈讲话都是negative的 孩子希望赞赏他我做了一点事情不错 爸妈提都没提 那孩子在不停的成长 有很多这个能力发达出来了 展现出来了 父母亲没有欣赏 那是什么了不起 你看我以前比你现在这个时候都不好多了 其实一个成长的过程是神的工作 是一个非常值得赞扬欣赏赞美神的 但是我没有做 我比神力看多了 我当年其实我当年也是神这样让我成长 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爸爸妈妈只要愿意接受圣灵的代理 谦卑下来就可以知道孩子需要什么 那很多的conflict就会减少很多了 而且一定要很久忍耐又有恩赐 很久忍耐又有恩赐 那最后就是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中间的八个步就是说 你不要有你自己的价值观 不要有你自己为是 不要这样不要那样的意思就是 你要舍己 你要舍己 舍己才能做成很有忍耐又有恩赐 那很有忍耐又有恩赐 总要有个标准 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那在两个中间夹的是八个步 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 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 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有自己 不要自私 你自己要舍己要死掉 你才可以以神的标准 发挥很有忍耐又有恩赐的爱 所以这个是造成conflict的原因 那我们请Elaine老师给我们一个comment 谢谢贾明老师给我们非常精准又很精辟的分析 所以我觉得很震撼 我希望我们家长们所听到的都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对比 孩子的需要对比我们父母亲 或许没有能够帮助他们得到这个需要 而且这个需要呢 也记得我们以前在前面的课讲到这个马斯洛的需要 从最低层的身心灵的需要一直到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这五层次 后来又有第六个层次就是超越自己属灵上的需要 所以其实很感恩 那刚刚这个也是有六个这样的层次 神要我们做父母的实在是有这样一个福气 有这样一个角色 从孩子出生到他们一直成长 就是18岁以后 就像我们的孩子现在已经30岁跟32岁 还是怎么能够有这样一个陪伴他们 帮助他们成长 有能够达到他们这个需要是借着神给我们父母亲 这个很神圣的角色来成为爱 帮助鼓励 也有威严 怎么样去有真理跟慈爱并行的一个流通的管道 来陪伴我们的孩子 所以我谢谢蒋明老师给我们很精辟很精准的一个对比 孩子的需要 我们父母亲有没有做得到帮助他们呢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真的是被邀请 神来邀请我们 孩子也邀请我们 回来怎么去 meet them where they are 回到孩子的旁边 怎么向主耶稣道成肉身 meet us where we are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道成肉身 让神的真理借着我们的肉身 来到孩子的旁边陪伴他们 按着这六个的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来 满足他们身心灵成长的需要 感谢